双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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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眼皮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割一种是缝 在割的双眼皮来讲的话 可以去除掉大部分老化的皮肤 下垂的皮肤以及多余的脂肪 但是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会产生肿脏 还有出血血肿的可能性 这几年呢大家很 提倡用缝的双眼皮 基本上缝的双眼皮 只能适合用在眼皮 比较薄比较年轻的患者上面 那缝双眼皮 虽然恢复期比较短 但是有些患者就会面临到 双眼皮掉下来 或者是说缝线掉落的情形 于是呢就有一种混合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半割半缝的方式 它既可以改善割双眼皮 恢复期较长的缺点 那它也有缝双眼皮自然 但是又没有容易滑脱的缺点 这样子 那利用小小的切口 除了可以把线埋在里面之外 也可以利用小缺口呢 改善轻微眼瞼下垂 以及泡泡眼的状况 半割半缝也能够改善 缝双眼皮比较容易掉落的状况 那用微创半割半缝的方式呢 也可以利用小小的微创切口 拿掉多余的脂肪 改善泡泡眼的情形 所有的双眼皮手术呢 基本上都还是希望 经过医师的评估 才能选择出最适合每一个患者的手术方式 按钮